那我们这个想要在空中问诊的人很多 是不是还有一个王小姐要问这个舌头的问题 是不是 OK好 那有一个这个 这个call音音乐等太久了 所以我们夸小天使先把它停掉了 那有一个这个听众是留言的 他说他没有吃任何黑色的东西 但是呢他在上厕所的时候 发现他在做大事的时候 排出来的东西是黑色的 他很紧张哦 请问一下排泄出来的东西是黑色 是有什么状况吗 明明没有吃到黑色素的东西 是不是体内有在流血啊 还是说哪边有在发炎啊 怎么会有这个情况呢 这可不可以请我们的这个 郑卓翰郑医师帮我们解答一下 对没有错 那个就是说大便 黑色的话我们都会吓一跳 到底怎么回事 那有时候你要记得 就是我们有时候吃东西 不是说昨天吃今天就大出来 有时候说明几天前你吃的东西才出来 尤其想要说一个人大便 一个礼拜大概三次到 那个两三次的 那他可能吃的东西是几天前的 所以你要想一下说 所以你吃的 想要说像有人喜欢吃猪血糕啊 那种就是那种那种 因为他是血的东西 那他就出来的话是黑色的 OK 那还有人在吃阿斯林的 不是讲错了 不是阿斯林的 那个铁 就是说铁的那个补 有的人是贫血嘛 那吃铁剂的话 那大便也会黑色 那还有人就是说 肉类吃的很多 因为它里面有含铁嘛 那种可能性也有比较少 那假如说黑色的大便 每天都这样连续持续几天 然后再那个的话你就要去找一下医生 因为我们最怕是胃出血 就是肠子里面的 胃啊肠里面的那个食道的出血 那大部分的话就是说 在接近胃的上方 然后接近十二指肠的地方出血的话 大便出来是黑色 因为它出来时间比较久 OK 所以它那个血的颜色变得越来越黑 因为氧化嘛 OK 然后假如说比较下面的话是鲜血 但有时候也不能说完全这样讲 因为我刚刚讲过 有时候有的人便秘的人对不对 好几天的 然后很久才几天 那它可能那个血已经流在那边 已经变黑了 所以假如说你大便习惯改变 或者一直都是黑色大便的话 然后加上有肚子痛 你最好去看一下医生 顺便有大肠癌啊 或者发炎啊 或者肠发炎啊 这种情况所以还是要去看一下 所以如果是肠子或胃出血的话 我们身体会感受到疼痛吗 那边有疼痛的神经吗 不一定 不一定 有的人就是 像我们有时候做那个大便的浅血嘛 这个不是50岁以上的人都要做大肠镜嘛 是是 那假如没有做大肠镜的人是每10年做 那没有做大肠镜我们是建议每年做一次那个大便的 厌他有没有浅血在里面 嗯 因为有的人是没有症状的 OK 所以我是建议说 嗯 就是50岁以上的人最好是每10年去做一次大肠镜 那看情况 假如说家里面有大肠癌的人 他们可能会提早做这个的那个税数 然后可能做那个大肠镜的那个次数会比较 就是说 他的那个时间会比较短一点 嗯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凱瑟的家庭全科主任 这是我们的这个郑卓翰 郑医师 谢谢你精彩的解答 谢谢谢谢 好不客气 谢谢 谢谢 谢谢